在經歷了週二的大規模流血衝突之後 中國廣東陸峰烏坎村的村民說 有多達大約70人被警方拘捕 週二凌晨 當局突然出動了幾千名防暴的警員 忽然闖入烏坎村 以涉嫌罪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等名義 拘捕多名村民 村民和警員之間隨後發生激烈的衝突 警方對用了橡膠子彈和催淚彈 村民就用磚頭石塊反抗 要做些警惑啦 一名45歲姓吳的村民對路透社說 他們要出去救人 一出門警察就出來打人、捉人 二十幾個 捉日捉的有十幾個 另一個姓林的村民說 警方見人就打 連小孩和老人都不放過 好多好多警察抓村民 昨天抓山抓好多村民 他說好多警員抓村民 在再早上抓村民、打老人、打小孩 抓好多村民 中國官方媒體說 警方執法過程當中表現了最大的克制 目前烏砍已經逐步恢復正常 另外 學校的教學秩序沒有受影響 甚至13號也照常上課 警方說 有13名烏砍村民 因為涉嫌罪眾擾亂公共秩序等 被公安機關緝拿 天橋 1營 2營 4營 2營 3營 3營 120 4營 5營 5營 5營